118集 因为对皇后没有信心 也知道皇后一心想将贤妃彻底打压下去 宁兴实在是有些担心 急躁的皇后借此机会横插一杠子 反而帮贤妃娘娘一把 宁老太太问道 皇后娘娘不至于吧 宁兴心有余悸地回答 娘娘一遇见陛下心疼贤妃啊 娘娘的脑子就成了嫁祸 这次怎么都不能让皇后娘娘插手赐妇的事 我真真是想不明白 这皇后娘娘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遇见李明锐的时候 是否觉得脑袋发昏呢 宁老太太笑着逆了宁兴一眼 见她脸庞微红神色尴尬道 自从打伤徐公子后 你摒弃了悠然的日子 亲自策划 并卷入到这场遍布朝野的朝征中 为了她不惜利用你掌握的一切资本 不怕旁人看出你的身前 一心为她打算 新丫头 你可别告诉我 你做这些事情只是因为无聊 当日 齐王在茶楼静向宁心 她的心底未尝没有浓浓的羡慕和不甘心 动心的女子即便理智尚存 她也会受爱郎的影响 宁老太太叹息 哎 皇后娘娘同你不一样 她爱陛下爱得很深很深 甚至失去了理性 其实像她并不适合做皇后 宁兴并没有羞地不敢说话 她对李明锐的感情有多深 没有人比她自己更清楚 有过前生的经历 宁兴并非纯情少女 她懂得比宁老太太看到的还多 姑祖母以为谁适合做皇后 江家之兰 她是最适合皇后的人选 财貌 娘家 无情 贤惠 所有皇后需要具备的特质 她一样不缺 宁兴垂下严谨 姑祖母是不是知道她心有所属 哎 一份无望的爱母 许是会造就一位了不起的大唐皇后 姑祖母也看好齐王 是你看好齐王 看好先帝留下的布局 宁老太太声音低沉到无声 齐王 皇宫门口的风波越演越烈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席卷朝堂后宫的风波 是由小小京城的乡士引起的 按照皇帝以前的性格 收了血书后会命人驱散闹事的人 或者是下狱或者是停账 可如今皇帝已经很少用暴力镇压的手段了 宁兴知道 宁兴的请愿还在继续 当今把唯一的任性用在了贤妃娘娘的身上 陛下眼下更想追求的是圣明天子的好名声 希望殿下渐渐地浮出水面 陛下治国会更为谨慎 这一点也是你提前想到的 宁老太太 十指虚空点了点宁兴 鬼丫头还没冷写到 拿满腔热血的学子填坑的地步 不过你就不担心你万一算漏了怎么办 贤妃娘娘心底只怕是恨死闹事的人了 贤妃本来名声就不太好 这次为了薛真顶纲 同时宁兴联合成了公主 在背后捅了贤妃一刀 贤妃娘娘的日子并不好过 宠妃吗 宁兴的嘴角勾了勾 娇俏妩媚的一笑 既然站着宠妃的位置 就应该有随时被牺牲的觉悟 虽然手握权柄的是男人 下命令做出决断的也是男人 但只要有风波 那么倒霉的就一定是宠妃 我国殃迷 迷惑君上的是妖孽祸水 哪怕他们什么也没做过 宁老太太总觉得宁兴情绪有点不对头 贤妃娘娘会认命 她欲有九皇子 为母则强 贤妃娘娘 严能不争 宁兴把玩着手中的阵纸 玉兔形状的阵纸是李明锐前两天送过来的 看实材狠心 想到李明锐送她的印章 这个阵纸也许是她亲手雕刻的 玉兔一般都是用在同嫦娥联系在一起 李明锐她想要表达什么 不想宁兴去做嫦娥 只有玉兔相伴吗 广恨宫里还有吴刚呢 新丫头 最近总是有点爱走神 宁兴 宁兴的笑笑 安静 老实 听话 豁达 且时不时地证明存在感的李明锐 她在宁兴心里越来越重要了 宁兴多为她将来思考一次 她落在身上的阴影就越来越清晰 她仿佛慢腾一般 顽固地占据着她的脑袋 缠绕着她的思绪 除了前生的父兄 一贯清冷的宁兴 很少为人谋划 宁兴自嘲地叹笑 宁兴 顾祖母 您高看我了 我并不是不敢拿无辜人填坑的正义之徒 一将功成万古枯 顾祖母 我从没有后悔过自己做的选择 哪怕我的决定 让很多无辜的人受到牵连 既然进入名利圈 不用的善良和慈悲 还是舍弃的好 宁兴把阵纸放在桌上 活灵活现的玉兔柔软可爱 贤妃娘娘同样也是个狠人 她没准会趁此机会 不对 是齐王殿下会趁机鼓动贤妃清场 清场 应老太太脸色一变 清场 朝堂 熏贵 后宫 皇子 宁兴面不改色 平常什么样 现在还是什么样 她很难想象随时需要人呵护的宁兴 说出这番珠心的话 宁兴此时就像是小白兔一脚踹翻了老虎一样 她刻意让声音低沉了几分 在棋局上的棋子太多了 这些棋子有皇帝摆上去的 也有先帝 也有贤妃 还有皇后 同样 也有在慈宁宫里念佛的太后娘娘 棋子越多 棋局越复杂 她忍不住了 齐王 最先剔除的人一定是皇子 宁兴估计贤妃会毫无知觉地成为贤王的好帮手 只是当贤妃把所有棋子都剔除掉的时候 她还没来得及沾沾自喜 却发现齐王已经濒临城下 不知到时她是什么样的感觉 通常了公主的关系 宁兴不希望七皇子出事 但让宁兴阻止齐王的野心 她也不会白费力气 齐王若是没有野心 她还是她吗 皇后一脉 斗不过齐王 宁兴只想保住皇后的孙荣和长乐公主 七皇子 她无能为力 宁老太太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哎 行了 你们的世界 我不懂的 姑祖母 新丫头 我罢了 宁老太太显得苍老了几分 步履蹒跚地出了书房门 罢了 命该如此 便宜难为 宁老太太萧瑟地身影远去 宁兴的眼底闪过一抹的疼惜 姑祖母 您若是不想说 我不问就是 御书房中 皇帝居中端坐 两侧站着七位革臣 以及六部尚书侍郎 汉林院 国子监祭酒 有资格旁听 皇帝面色凝重 在他面前摆放着血书 谁能告诉朕 这是怎么回事 革臣中间的第二位 六十多岁的老者 抢步上前跪在了皇帝面前 臣实人不轻 臣之罪啊 六部尚书之手 沈天官微微眯起了眼睛 察觉到 李部尚书的目光有点无奈 有点热切 亦有些不舍 看来徐大人已经决定舍弃科举主考的位置 而积极入阁了 大唐帝国有规定 凡是入阁的革臣 不能兼任科举的主考 当然 在没入阁之前 是可以做主考官的 四府认错 臣老眼昏花 举荐不当 臣罪该万死 臣骑骇骨啊 皇帝正了正 大有深意地看了一眼李部尚书 最让皇帝头疼的 各个派系争权夺利 又要开始了 这才平稳他们几年呢 他们才过了几年轻生日子 四府的一句 起骸骨 朝臣定会因应而上 这也是皇帝最为挠头的一点 他缓了缓语气 四府有功于朕 忠于朝廷 克尽职守 朕舍不得你 皇帝打断了四府 起骸骨的节奏 话语很恳切 御书房的老狐狸们 却不知皇帝的真实想法 继承地位十余年 皇帝以前又因为贤妃的事情 同朝臣较劲 皇帝需要沉稳的老臣 为他压压阵脚 他的亲信 或者说有龙之公的臣子 最近几年才慢慢地出头 皇帝抿了抿嘴唇 如果借此机会重新整合革城 科长舞弊这件事也不见得都是坏事 贤妃有心将养在身边的安乐 下架给礼部侍郎公子 这件事皇帝是知道的 只是面上装作不知 徐大人入阁 皇帝不会反对 当然也不会明摆着支持 鲁南血缘关系派系 最近大出风头 而且同护国亲王鲁王的关系 仿佛很亲近 皇帝心里指望着 吏部天官争一争 若说从龙功臣 这吏部天官可称为第一人 十几年在吏部经营 天官选派的官员 大多非常合乎皇帝的心意 皇帝早些年亲近的官员 也都得到了适当的提升 天官的背后派系也很强 如果不是想给贤妃和九皇子 加重砝码 皇帝会直接任命 沈天官做赐府 还有一点就是 皇帝没有下旨的原因 首府和沈天官有君子之交 君子之交淡如水 但同时关键时候 却是可以舍命的 当然皇帝不信 他们会为对方舍命 只是坐在皇位上 他当然不希望首府和赐府 穿着一条裤子 亲密无间 大唐实行的内阁六部制度 对皇帝权柄的限制 比前朝要重 开国皇帝废了丞相的位置 可造就的内阁 在某些时候 比丞相还能抗衡军权 若是换得皇帝稍微软弱一点 无能一点 皇帝很难压住 内阁的反弹 因此 历任皇帝 对内阁人选 都是慎之又慎 皇帝想到了 齐王恢复了神志 他的心有点凌乱 当年的誓言 还在耳边回响 先帝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你若是敢违背诺言 别来见朕 言下之意 违背誓言 不准踏入皇陵 齐王现在还很老实 可是将来呢 皇帝感觉尖头很沉 头顶上似时刻悬着一口宝剑一般 他抬了抬手 示意赐福起身 语重心长道 朕今日找你们来 是想问你们如何解决 宫门口闹事的学子 朕此时不想追究赐福的责任 马有尸体 人有尸首 赐福推荐的人血 是朕认可的 他名声清廉 朕并不相信他会受惠谢考题 陛下圣明 隔城中的倒数第二位出令 臣也以为事情太过巧合 若是说乡镇主考泄题 总不会只卖昭荣县主的面子 京城勋贵极多 比昭荣县主有面子的大有人在 王家也不敢讲贩卖压题的文集 霍西尼啊 霍西尼 四府此时打算倒出位置 却引来了一群狼 徐大人入阁之路并不见得顺畅 皇帝也想在各个派系博弈中达到平衡 朕也听说往年都有压题的事情 莫非今年特别的准 皇帝露出了一丝笑文 学身是有些歪彩 也许是猜到了朕的意图 不过外面的落地考生 朕交给徐家庆处置 朕不希望再听到宫门口有人请命 你给朕彻查清楚了 到底是巧合 还是科长舞弊 臣遵旨 徐大人领下旨意 他将会调查相识的舞弊案 自然无法再得到主考官的职位 赐府是他唯一的机会了 礼部天官垂下严谨 高明的小主子把一切都算到了 若是他们联手 小主子上位的速度会不会更快一点 徐大人不仅不会做主考 他这次绝对入不成阁 齐王的布局尚未完全施展开 一波一波的攻势 不知皇帝能不能承受得住 楚秀宫中 贤妃命人赏赐献策有功的萧欢 打听到皇后娘娘在后日招见宁心 贤妃随口道 后日正午招薛欢入宫 本宫也得见见他 本宫最近一个月都不想听见薛真的名字 谈了一下纸张 贤妃慢慢地出了一口气 也不都是坏消息 能解决一个是一个 两日后 宁心打扮整齐 扣开了宫门 进宫拜业正位中宫的皇后娘娘 正位中宫的皇后寝宫位于后宫中最中央的位置 琉璃瓦下的房梁上雕刻着凤凰奇物 整座宫殿庄严肃穆 华贵异常 处处彰显皇后母仪天下的风范 宁心从没进过皇宫 对皇宫有几分多年不曾有过的猎奇心理 随着宫女走在平整且干净的路面上时 宁心环顾四周 她并非乱看或者是小气的偷窥 她的目光充满了好奇和欣赏 旁人却不觉得厌烦 在穿过永道时 她听见鞭子开路的声响 指引着宁心入宫的宫女亚然道 是陛下的遇念 快快让路 宁心一听向道路一旁闪身 屈膝哈腰扶身 向遇念毕恭毕敬的行礼 眼角的余光看到手持鞭子开路的太监 耳畔传来鞭子滑破空气的声音 皇宫中的人听见这样的声音 都会自觉给陛下让路 日头当空照 秋日的阳光不冷不热 今日又是晴空万里 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气候格外宜人 宁心外照了一件半壁紫色蝉织的甲袄 一条水波长裙 清雅靓丽的打扮显得宁心身材高挑一礼 略是粉带的脸庞轻力柔美 微微低头的脖颈蜷缩着 如同欲展翅高飞的天鹅 对于一进后宫就碰到了皇帝 宁心很受伤 不是说皇帝是一时一刻离不开贤妃吗 朝廷上赐府之争 皇帝已经平定了 还是说乡氏弊案不会再影响他 虽然没进过宫 但宁心听领路的宫女说过 贤妃的楚秀宫在西边 她方才走过的永道 是去贤妃楚秀宫的必经之路 微风吹拂过玉脸的轿帘 明黄色的莲笼荡漾波动 宁心的头跌得更深了一些 皇帝怎么不走了 玉脸旁边的太监快步走到宁心跟前 操着奸细的嗓音问他 这位小姐是哪位呀 臣女宁心 拜见陛下 宁大爵士的遗孤 是 宁三元后来被追封为大学士 宁大爵士的遗孔 老爵士的遗孔 我 龙蝶 感谢观看